听说了没有 杰克公司被约瑟夫集团扣光光了 都变成穷八蛋了 听说了听说了 就因为懂妈妈世界了呗 对呀 听说高发杰克老师 还是我们班的同学 啊 反正不是我 小依依 是你吗 鸭蛋 是你去高发杰克老师的吗 别吵吵了 听课 不对啊 鸭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乖了 就是就是 不对劲 说 为什么不好好上课 这样还玩起了躲猫猫 约瑟夫局长你个大坏蛋 杰克老师就亲战陪我们玩 什么 竟然有这种事 杰克老师工资扣一千 咦 鸭蛋惨了 小依依 小依依 别睡了 怎么上课 啊 不是啊 真的不是我高发你到杰克老师 这孩子睡懵了 就是教室 杰克老师 咱们不跟他计较 废话少说 上课了 自从上司狗猫猫事件 被约瑟夫那糟老头罚完工资 悄悄现在饿的 脸都发白了 头发都脱了 经过再三请求 鸭蛋终于答应再给我个指挥 这一次 瞧我怎么把这种小孩子 治得服服帖帖的 鸭蛋统璇 提问 第五游戏所有老师中 你最喜欢谁呢 但是杰克了 为什么呢 因为杰克老师你 英俊潇洒分流 替打印术林峰 神勇威武 天下无敌 刀枪不入一名 神武侠 一非反一搏 一天古往进来 乌语伦 比谦虚 好学 简直就是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啊 你压的 那你还背后说我坏话 杰克老师 你的美美手帐呢 你还好意思说 不卖了那玩意 我哪里有钱吃馒头 放个鸭蛋 好啊你们 气死我了 集体逃个失败 统统不许放宣 尿然 你不知道现在是上课时间吗 给我去教室 好好听课 杰克老师 你看我的游泳姿势好看吧 不好看 哼 杰克老师 你变了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前方同学 杰克老师 你醒醒吧 这是约瑟夫在挑拨我们师生的关系 这就是你扎老舍理哦 杰克老师 你真变了 杰克老师 哎约瑟夫局长 您好 不错嘛 同学们变化挺大的 现在也不逃课了 这一步都是局长大人 你教的好 哼 不错不错 明天开始工资照交 谢谢局长大人您 孩子们受委屈了 在门玩继续躲妈妈去 耶 局长局长 sixteen好 谢谢 niin 谢谢 谢谢 Wish